美国疫苗研发频频传出好消息 那连底前美国很可能会有两种疫苗上市 但是问题来了 根据民调美国将有近一半的人抱着 我不OK别人先打这种心态 那疫苗做到100分 但没人敢打对防疫来说还是零分 但在太明洋另端的这个中国 则是出现的疫苗明明研发未完成 但是民众已经一窝蜂抢着打了现象 今天我们就想来看看美中两国的 这叫做文化差异吗 大家好我是范奇飞 欢迎收看范奇飞today看世界 民调机构盖洛普在17号就公布了 7月到11月初的追踪调查 问美国人如果疫苗今天就做好 让你免费打你要不要 结果只有58%的人愿意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呢 其实美国长久以来都有一群 疫苗怀疑论者坚信打疫苗会导致瘫痪或自闭 不过这一次COVID-19疫苗比较特殊的是 就像口罩一样 疫苗也被政治化了 迷调显示 7月的时候川普所属的共同党员 愿意打疫苗的人只有46% 川普自己也是个疫苗怀疑论者 还没当总统的时候就说过 看到员工的小孩打完变得怪怪的 但川普后来意识到 疫苗能够帮助重开经济的速度 对疫苗的看法就180度大转变 天天就把疫苗挂在嘴上 还启动神速行动 吹着药厂赶快做 保守派民众对疫苗的信任度也跟着上升 到了大选前 愿意打疫苗的共和党人就已经慢慢上升到49% 但在民主党这边就刚好相反 民主党支持者一向支持戴口罩等防疫政策 打疫苗的意愿也普遍比共和党支持者高 所以7月的时候民主党人愿意施打的高达83% 但9月中来到新低只有53% 严格来讲这些民主党人的疫苗怀疑论 应该说是川普怀疑论 比如很多人就怀疑川普政府跟大药厂之间 是不是有秘密协定政商勾结 另外PETRIN疫苗紧急使用的主管都是川普清点的 这些人是不是跟川普一样反科学呢 可是后来辉瑞跟莫德纳疫苗就持续出现乐观的试验结果 嬌生阿斯特杰利卡等等药厂出现受试者异常反应的时候 也果断紧急喊停调查 显然没有受到政治影响 所以到大选前 民主党支持者有近七成就愿意打疫苗 但这时候就反而变成共和党支持者对打疫苗这件事保持戒心 总之美国的现况就是 如果有一半的人相信某件事 常常另一半的人就会坚决反对 但美国防疫大将佛奇医师说 全美至少要有75%人接种 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如果只有一半的人施打 病毒还是会继续扩散的 所以这该怎么办呢 这是美国 但在中国就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就是专家说疫苗品质有问题 但民众却排队花大钱抢着的 疫苗在中国有多人们看价钱就知道 从30块美金喊到300块美金都有 甚至有黄牛用一次1500美金的高价帮你来瞧名额 民众抢破头 但中国疫苗品质却受到国际上很多质疑 比如说这个中国科兴生计 昨天就公布了初步的试验报告 接种疫苗的人虽然有免疫反应 但产生的抗体很少 比得了这COVID-19康复之后的病人还要少 科兴生计研发的是灭活疫苗 就是把病毒杀死 让它不能够感染人体也不能够繁殖 但能够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 这种疫苗需要接种多次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 死疫苗中的蛋白质也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报告发表之后原本要买4600万剂的巴西圣保罗 跟想买4000万剂的印尼东傻眼 但更让专家们傻眼的是 中国以紧急使用为理由 让普通民众施打还没有完成人体试验疫苗 7月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紧急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跟到访疫区的官员打国药集团的疫苗 但近几个月中国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 17号全国只新增了8例确诊 而且本土病例只有一个早就不符合紧急使用的标准 这等于是以紧急之名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欧美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还没核准安全使用疫苗乱打 可能造成终身伤害可能比得了COVID-19更危险 但为什么中国民众对疫苗这么狂热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 刻意夸大西方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 把美国和欧洲的奖像是一下飞机就会马上感染 但又有很多人在海外工作的急着要回去 所以就抱着有打有保佑的心态来赌一把 像是海外的工作者多了这个浙江义乌 500记不到几小时就打完了 还有可能是当局没有完整的告知打疫苗的风险 像有时就取得民众的接种知情同意书 结果发现这些人并不知情 因为呢这个上面并没有明确点出打的是试验中的疫苗 BBC拿到另一份的纸笼筒的写了可能出现疼痛啊 红肿啊发热啊或过敏性羞可能反应 也没有写如果出事了到底是要找相关国家机构 还是药厂负责 专家说这些疫苗可能无法起保护作用 一旦感染病情还可能加重 对中国政府来讲 打击COVID-19呢已经变成一场公关战 要甩开中国病毒的骂名 就是把自己变成问题的终结者 所以想抢在所有国家前第一个上市疫苗 但中国之前已经有多次疫苗出包 2007年的山西疫苗事件导致大量儿童死亡 试验改革之后呢 2016又发生了山东疫苗变质事件 很多专家又指出这是中国政府监管系统失灵的结果 如果这一次疫苗又出事 那真的疫苗问世了之后有多少人敢打呢 疫苗的研发过程应该要严谨透明 并且公开研究报告 政府跟药厂应该提供清晰明确的资讯建立对话机制 民众对疫苗的信心跟研发制造疫苗同样重要 最后呢我也想问大家 现在如果有了疫苗你会打吗 如果不敢打你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那个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订阅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面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翻学了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瞄懂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